感谢观看 法王提醒 其实佛教所有宗派的见解和理论 真正的目的是在帮助我们实修 降服自心 因此我们应该要将学习到的每一个字都用来实修 而不仅是在知识理论上去探讨 要看到外在的事物都是不稳固的 弹指之间就可能有变化 所以不去追逐外境 转而向内去寻求真正的快乐 这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观看 我们身处的时代 我们的心也总是散乱于日新月异的外境上 不太会向内心去寻找平静和喜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刘志表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希望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很多人以为摇铃打鼓等就是密圣 而不了解真正的意义 这是不好的 密圣是调伏我们的心 把我们以为一切是时有的执着的心 转变为了知是如幻的清净的心 人生中有很多事要忙 但是自己的基础 中心点是不能失去的 也就是本人的稳固 以及自然的宁静是最主要的 心中的精神力量要如何产生呢? 不能光只是希望 而是要在心里发愿 发起誓言 透过内心的誓愿 才能产生力量 所以,以后,他们要在心里发愿 一切是否有数十分的 才能归在心里发愿 才能离开心里发愿 才能因此 从心里发愿 才能归在心里发愿 也要有数十分的 才能归在心里发愿 而是若胜 这能归在心里发愿 而是否有数十分的 不论任何一部分 由于你先从这些细节 每一次的机会 将它跟佛法相容 用佛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慢慢地你会知道 整个生活它都是佛法了 佛法跟生活会产生一种平衡 如果不懂这一点 反倒会造成生活中的不平 无论再忙 都要有正念和正知 就像有人掉进大海 要告诉自己 我会游泳 然后努力朝岸上游去 有了正知正念帮忙 你就会像在上空 否看这一切 就像个游戏 你就会看清楚 自己的位置和角色 开始才修 心可能很不稳定 怎么安住 不要急 起一个妄念 就安住其上 又来一个妄念 就在安住其上 不要烦恒 不要烦恒 不要求定在一个念头上 安住 安住每一个妄念 安住每一个妄念 来了又去 像河流一样的残修 一则挫 有很多妄念 安住的心 就如河流一样 一直在流动 不想过去 不追未来 但和本质不变 从不间断 佛法中的改变 指的是改变你的心 你没办法用任何工具 去改变你的心 只有靠自己 只有心 能改变心 要跟自己的心 好好沟通 好好商量 什么是好的 平时要好好 关乎自己的心 看心是善 是恶 随时要提醒 告诫 引导自己 这就是佛法修行的意思 对 佛法修行的心 称恨往往会被认为是被外在客观的人或事物而激起的 但无论如何,我们要了解和认识到 我们自身同样是带来称恨性的诱因 如果我们可以从自身的角度看待这个事实 我们就不会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 而能够升起宽恕的心 这就是真实断除称恨性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想要利他的时候 你必须要走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先从自身做起 你先改变你自己 让你的心向善 让你的心能够向着这些善法改变自己 要从自己开始 不是总是去管闲事 你也看到很多人 有点是热心过渡的 总是看到别人有问题 老是去想要干涉别人的生活 找别人的闲事 也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微笑是一种语言,是人类的特点以幸福的呈现。 微笑的表情令人愉悦,使人感觉亲切。 不做作,真诚的微笑待人,是给人正面的信念,正向的能量。 真诚亲近的微笑,可以产生很大很大的力量。 身体在行善,心中却怀着恶念,这样其实是在造恶,不能如此。 而要三门,深、口、意、一致、合一的观修。 这是很重要的。 西藏燕云也说,一个带着恶念辞诵money的人,不如一个带着善行唱歌的人。 根本丧识就是佛法圣三宝。 根本丧识就是本尊和护法。 根本丧识就是一切。 如果你对你的丧识,能够拥有这样真正的虔识,信任和信心, 丧识就是一切。 丧识的加持将一直在那里。 而且不只是在那里,加持会一直跟随着你,在你身上产生作用。 清除所有的恶业无名,恶缘对立可谬误。 错识的行律是为了获得快乐而伤害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和其他人。 这就像为了要延长寿命而吃毒药一样,错误的行径将使你无法得到自己的追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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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诵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有些是一边念诵文字,同时观想。 另一种方法是先把经文念完,然后全神专注地观修,或者先观想,再念经文。 无论哪种,重点是要念出声音,因为光是心中想还不够,加上身体和语言的行为的话,会更有力量。 尤其语的力量是很大的,所以念出声音很重要。 如果自信中没有一个想改善的动机的话,佛陀亲自来教诲也没有用的。 总之,我们自己的心中需要一个想改善的动机。 至少我们的行走、住卧需要和一般凡夫人有点不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宣传 李宗盛 宣传 李宗盛 宣传 李宗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护法诵今日 要王要上殊胜功德日 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传授八观灾界即礼拜三昧水灿 护生慈悲施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9月24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9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七楼 恰讯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高雄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点书高雄中山书方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 孝亲报恩重养祭祈福法会 点灯供水护生祭甘露施石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0月4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11点开始 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 地点南投张善堂 南投市福星里南钢三路97项二号 恰讯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草屯中心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害羞走到眼睛 冠冰破散两人去 寂静纵扬回表现 征律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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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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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